大家好,我是立命馆孔子学院的汉语老师杜天逸 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今天的视频,我们来讲讲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简称为冬季奥运会 冬奥会,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冬季综合性运动会 每四年举办一届 1994年起,冬奥会与夏奥会以两年为间隔交叉举行 在2015年7月31日,北京以44比40击败对手阿拉姆图 赢得了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权 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冬季奥运会 你知道吗?日本已经举办了两次了呢 1972年,在日本扎黄举办了第11届冬季奥运会 1998年,在日本长野举办了第18届冬奥会 现在,2022年,将在中国北京张家口举办第24届冬季奥运会 北京主办冰上项目,张家口主办雪上项目 就像大家看到的那样,冬望会的海报,也就是2022年冬季奥运会会灰 是以汉字冬为灵感来源的 灰灰以蓝色为主色调,寓意梦想与未来,以及冰雪的明亮纯洁 红黄两色源自中国国企,代表运动的激情、青春与活力 在北京2022字体的形态上,汲取了中国书法与简直的特点 说到奥运会,就不得不提到奥运吉祥物了 奥运吉祥物通常是当地土产的动物,或是可以代表当地文化特色的人物形象 无论奥运吉祥物的外貌如何,它们的共通点都是以奥运会作为主题 来显示主办城市的独特地理特征、历史和文化 在奥运史上,吉祥物第一次出现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 从那以后,吉祥物就成为构成了奥运会形象特征的主要成分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分别为冰敦敦和雪茸茸 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敦敦是以熊猫为原型进行设计创作的 冰象征纯洁、坚强,正是冬奥会的特点 敦敦异于健康、活泼、可爱 契合了熊猫的整体形象 象征着冬奥会运动员强壮的身体、坚韧的意志 和鼓舞人性的奥林匹克精神 北京冬残奥会吉祥物雪茸茸 是以灯笼为原型进行设计创作的 雪象征洁白、美丽 是冰雪运动的特点 融异于包容、宽容、交流互健 融异于融合、温暖、相知相容 融融表达了世界文明交流互健和协发展的理念 体现了通过残奥运动创造一个更加包容的世界 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2021年9月17日 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140天之际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主题口号正式对外发布了 那就是一起向未来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下周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冰雪运动发展史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